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落地股市继续向下的三大指数 集体高开之后各自发展 上证冲高之后回落 传人来说没跌到0.1% 创业板反复向下跌幅更加超过1% 板塊上見到房地產強勢拉升、銀行保險等大金融板塊亦走強 至於光復、風電等新能源板塊走弱 前期活躍的中藥以及東澳概念股份亦集體回調情況 兩次成交過萬億,超過12000億元人民幣的水平 看資金流動向,北水淨流入又擴大了,暫時去到18億 看北水成交金額,暫時去到259億 看護港通表現最好的股份,頭一位有諾輝健康,暫時急升到1.7,22.75元 中國聯數升幅到接近1.2元,中海外見到大約9個月高位,暫時升幅站穩在1成 看深圳方面,深港通表現最好的股份,數上還有一隻物館股 用創服務彈上來,進漲到接近1成,手去7.38元 繼續和身邊嘉賓Konita,跟進一下當中榜上的中國聯數 Hello,Konita 你好 看今天的走勢圖 高開1%之後,升幅很快擴大 最多來講,曾經升升1成6 高見過15.3位置 亦創了接近4個月高位 成交金額增加超過2億 暫時升幅收窄,升幅1成2左右 14.7位置 其實大背景之下,是否憧憬基建加快 跟著一些建財股,例如是他,都會受惠呢 其實我想都是這個主題 因為你見他之前 由高位十多元的位置 落到差不多10元、11元的位置 那一刻跌下來,其實都很明顯,大家都是差不多 而他主要是做那些交管 交管道 變成用在水、煙氣等 這些都是 所以如果你說,尤其是在環保因素之下 其實這些都有一些環保概念 現在我相信 跟整體的基建發展有關 如果你說直接和基建的 我想鋼鐵、水泥這些是比較直接的 所以你說這幾天 如果你看回,升幅 它升幅比剛才提及的兩個板塊 所以我想暫時都可能要小心點 這些位置,我不建議追負 我們剛剛上次先說了一些鋼鐵 都是跟房地產商的板塊 近這四天都陽足這樣上 成交都有所增加的配合 說多一點,剛才也說到 他和地產的活動息息相關 聯數是內地大型建材家居產業的集團 業務涵蓋 塑膠的管道 建材家居等 看看去年上半年那盤數 當時收入按年升了兩成八 順利方面升幅到三成過外 如果我們再前瞻一點 看看下半年那盤數 我們今天都在說 有傳內房 有機會監管 踩紅線 會可以鬆綁 今天這一陣 連這幾天那陣的升幅 其實有Pricing 我們說過的那麼多因素 我想也有跌 因為其實它 反而基建是其中一樣 而內房和它的關係度 我覺得比鋼鐵還要大一點 因為有很多家居 即是家居那些東西 所以如果你說 已經去這幾天先走 雖然成交是大的 但是衝到上去 我想16元其實阻力都大 所以如果現在你接近15元的位置 我覺得接駁率就不高了 OK 暫時都現在有升幅擴大一點 進漲去到1成2 14.76元的位置 其實大行都有說過 它有些難題 花旗都提醒了 原材料價格創新高 房地產那一半 電力短缺 所以都是有預視著 下半年的利潤增長 顯著放緩 但是希望可以透過 繼續提升平均銷售價格 令到毛利率應該去保持平穩 有沒有風險要提升大家 除了股價波動之外 其實我想是的 原材料價格是有關的 因為現在 不僅是它 很多那些過去這一年 你下游的生產商 其實面對同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說 它可不可以轉嫁給用家 或者買家 它在品牌方面都有 但我覺得 未必那麼容易 將成本轉嫁 好,繼續升至1成過日 謝謝Konita和我們分析 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收看 下午回來 市好很多 最多升過424點 逼近過23005水平 上回10天20天線 升市公辰 剛才說了 內房 新經濟 加上金融股 最新仍然升 351點 23424 都算是高台 金融和地產分類指數 分別都升超過600點 總成交超過1100億 我們看看恆生科技指數 昨天科指 穿底 低位就是 5200 是 5230點 昨天最低 當然後來站穩 現在升 升1.5 去5480點 不過 留意 科技指數 連10天線都未上升 恆生指數反位相對好 看看匯約港股 最新造價 當然新經濟股都排在前面 騰訊最新升5元 阿里巴巴 OK 這下升多了 暫時 日中高位附近 最高128.6 美團已反為他無法升 刑副基金升3.4 跟回恆生指數走 匯豐繼續站得住50元 今早都說了 昨晚ADR層面 外圍已經升定線 最新升9.5 看看六至十位有甚麼 包括恆生中國企業 跟國際指數走升過4 友邦升了過1 上回去 慢慢友邦升了多了 剛才當然 最高的時候 都開始下81.4 之後縮下來 跟著又稍為升多 中國平安 2.1 升幅 4% 中國海外超過一年高位 消息說了很多次 最新22.3 升超過9% 京東升12.2 升幅超過4% 大隻新經濟股 似乎京東走勢比較好 好 看看其他主要藍籌股 大家關心的 941中移動升超過1% 最厲害還是港交所 最高做過451元 最新升幅超過3% 移動股 樂輝健康6606 旗下的胃癌篩查 自測的產品 即測試產品 註冊 獲得國家藥監局批准 估計最新升1.8 昨天大幅下卸的 世價股 今天有部份 都有大幅反彈 例如汉斯能源 54 最新升幅有3.7 曾經彈成5% 不過要留意 昨天股價暴跌 還有其他急跌股份 例如1987 昨天跌了9% 今天升回1倍 跌9%升回1倍 應該都未回到家鄉 股價最新2.6500 升了1.33 當然集團也要留意 不清楚 股價有異動的任何原因 不清楚有異動原因 又說營運是維持正常 近來股價波動的 2068中壘國際 股價就是今天插水 跌了成一成一那麼多 昨天升得好 今天又跌了 看完異動股之後 我們看看內房 今天肯定最關心 有內地傳媒報導 有銀行 告知大型內房 部分併購貸款 不計入三條紅線 即是借錢做收購 不影響債務水平 股價當然是大隻做得好 看到688 華潤置地 央企 升得特別好 萬貨都不錯 上回20元 升貨有超過7% 不過留意 世貿 今早一度跌成一成八 最新好很多 跌了半成 做4.72 仍然創超過52週低位 集團被指信託違約 有超過6億人民幣 就還不到 但世貿反駁說 那間的忠誠信託 無緣無故 就提早叫他還錢 否認有違約情況 股價當然 大跌之後 暫時穩定一點 其他做得好的 碧桂園 升4% 融創中國 都有3%的進章 好了 我們看看1976 白威亞太 近來很少提他 為何要說 因為瑞信大行 調高了他的目標價 調高了評級 中盛 原本是中盛 最新說 跑贏大使 目標價 都是看23.5 相信公司最壞情況過了 因為大部分 負面因素 已經是反映了 目標價大家自己讀 好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收看樓市速遞外 唐凱文 先看今天的重點地產消息 西貢的一個半生盤錄得涉釀的個案 日農園五座一個中層M室 實用的面積達到埃近700平方斜 開職兩房連儲物室 擁有典牙裝修和全海景 原業主最初叫價 1100萬去放售 但最終減價60萬 以1040萬才找到承接 實用的赤價 埃近14900元 原業主是2015年12月 以1065萬去買入單位 單位六年貶值百分之二 賬面虧損二十幾萬 代理就透露 原業主因為要搬出市區 方便照顧家人 所以急於賣樓 猜股署的數據顯示 去年的住宅落成量 很大機會不達標 去年11月落成的私人住宅 有接近1300伙 是半年以來最多 不過累計頭11個月 只有大約12600伙的私樓落成 比起前年同期超過18000伙 按年大減大約三成 猜股駐血原本就預期 去年全年落成量 可以達到18200多伙 現在只是達標不夠七成 除非在12月落成量 有2600伙以上 否則將會達標無望 和嘉賓一起聊 身邊有Derek Derek 你好 Iris 你好 看到你們的報告 指出 去年新盤的買賣 接近17500宗 按年增加1成7 總金額達到歷史的次高 今年一手市貨 預視著又會怎樣 今年一手市貨 我們暫時仍然相對審慎樂觀 雖然最近的疫情 是嚴重了 不過其實比起 亞洲其他地區 以至環球 香港相對都是 控制得比較好的 只要如果疫情 沒有大規模爆發 我相信發展商會繼續 成勝追擊 今年 都有很多大型的新盤 過千貨 都會有機會 會拿到出來 所以 再加上 如果之後 又可以通關的話 內地資金 都是比較喜歡 入市這個新盤市場 所以估計 下半年 連結下半年的 因素估算 全年估計 可以升一成左右 去到19,000的水平 至於金額 亦都可以相應 升半程度 去挑戰2500億 這個歷史新高 但你都說到 近來發展商 都繼續大量推盤 大論的銷情方面 放慢了 對於二手樓那邊 會否構成影響 准買家 有沒有從新盤 回流回到二手市場 近一段時間 疫情比較嚴峻 最近 整體的市場 都轉差了 我們看到 一手二手 都轉成了 這個情況 就是整個市場的情況 都沒有特別 由一手樓 回到二手 我們看看 二手的買賣 上個月 登記3200多宗 按月 升了3% 連續 兩個月回升 這方面又受到什麼利好因素帶動呢 這個數字 主要反映 11月中 到12月中 的市況 當時 11月中 傳出 會通關 比較利好 所以 有些人 偷步入市 之後 加上 趕時 一手 市場 比較少 大型生盤推出 也流入了 二手市場 但是 我們看到 11月下半月 開始傳出 美國收水 甚至之後 會加息 和12月初 環球爆發 Omicron 病毒 所以 利好利淡因素 各半之下 見到二手的交投 只是微升了3% 都出不到一個大幅上升的情況 剛才就說 二手那裡 都是一個 算是輕輕微升 一手的大方向 都詳細和我們判斷過 交投和價格上 但是 其實二手 和一手 都是面對著你剛才說的收稅 和通關的確實日子 都還未敲定 看回二手樓 會不會是繼續受壓 預期的幅度是怎樣 短期內 我相信 二手的樓價 都會比較受壓 相信 要等疫情緩和一點 才會好一點 不過 整體來說 我們看到基本因素 供應 都是持續供不認求 剛性需求 仍然 很強烈 所以只要 疫情受控 上半年有機會 小規模通關 樓價 我相信 仍然可以升5% 下半年 有大規模通關的話 樓價升幅會再擴大 如果這個理想情況達到 全年樓價再升一成 都不足為 疫情下 我們知道 今天 防疫措施 收緊了 對於 看樓的活動 有沒有 造成影響 都一定有 因為 大家都會擔心 尤其是有些疫下的 大廈 地區 大家都 這段時間 可能會暫緩 看樓情況 不過 其實我們看 參考過去兩年 雖然疫情之下 整體的二手施車交投量 都是連升了兩年 反映了即使是疫情 只要有住屋需求 大家都仍然會去看樓和買樓 簡單跟進 因為特首提到 正在研究 為資助出售房屋 引入漸進式的按揭 即是成交的時候 買家只需要 承造樓價的一半的按揭 現在市場反應初步如何判斷 這當然是一個好消息 令到上車容易了 公樓容易了 我相信反應都會不錯 不過買家都要計算清楚 自己的入市能力 會不會有 份工是否長期穩定 去支撐之後的供款 市場初步的反應是怎樣 初步的反應應該都是 活躍的 不過這個實際何時可以推出呢 還要看時間上 關鍵在於時間點 好 先說到這裏 謝謝Derry跟我們分析 喜歡中環 上環 新銀盤這塊地方 然後後來找到這個房子呢 地理位置都很好 雖然是80年代蓋的 但是當時的那個質量很好 1300多尺的net 我就有一個夢想把它蓋成我自己想要的一種 中環鬧區裏面的綠洲 Jennifer的家庭位於堅道 2016年買入單位之後 花了一年時間 總共400萬去裝修 在西班牙的銀行做了超過20年 她很鍾情當地的建築設計 無論是地磚 還是裝飾品 都富有西班牙特色 她還將當地的建築設計元素融入家居 為了提升廳的空間感 Jennifer把原積僅廚改為開放式 主要以金色的景色 灰色、灰色和白色的配搭 感覺和諧,又不失個性 中島桌採用意大利的大理石 Jennifer經常煮食 對於廚房的實用性 都有很高的要求 廚房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不能亂 每個細節都要設計進去 在爐子的兩邊放這些醬油 比如說醬油這些就在我的手邊 有各種各樣的有小抽屜 我認為一個家庭 其實有很多通過食物來聯繫 對吧 你跟朋友也好跟家人也好 我們都很多時間都花在早飯、中飯、晚飯 Snack、Tea等等的 我就想創造一個地方 大家可以圍繞著這裡來 客廳空間非常寬敞 除了有曲尺梳化 還放了一部鋼琴 增添古典味 客廳還劃分了休閒區 餐桌、餐椅都是由外地進口 單位外連露台 外望樹景、孫中山紀念館等等 這裡的露台門是業主在奧地利特製回來的 用料非常廣舊 除了有防塑的金屬之外 玻璃也是採用雙層隔音設計 不至於關閉後 新來非常寧靜 Jennifer將單位原職四房變成兩房 主人房經學廳一邊進入 面積大約200呎 無論是衣櫃門的花線 還是床頭設計 都充滿勾式風格 長型開織的套翅 淋浴、浸浴、兼備 色調、柔和 套翅門靈活度高 還可以用來做衣舞間的門 如果想看竹本的營舍潮流 請留意今晚九點 無線財經資訊台 每天有樓看 各位一直的財經消息 環環集團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 旗下業務多元化 財務狀況良好 未來也會加強投資創方項目 市場繼續關注內房債務危機 有在內地經營房地產項目的 華潤集團粵港澳大灣區 首席戰略官李浩然 接受本台節目 財經演藝專訪時說 集團的財務狀況良好 業務趨向多元化 實際上 華潤之地現在已經不單純是 做建房賣房簡單的業務 實際上我們營運 應該是屬於所謂的 城市建設與管理的水平 就是說我們現在做得比較好的 包括商業地產 比如說我們大型的綜合體 從住宅到辦公樓到商場等等 我們都是有的 我們也投了非常多的不同名詞 以及跟很多名詞都有合作 我們投了很多初創企業 實際上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集團說發展高新科技 是大勢所趨 本港雖然擁有良好的產業基礎 但並沒有推動產業化 以至發展制後 首先你就要把香港本地的大學科研機構 以及還有商界等等要打通 還要把香港生態圈跟內地的生態圈結合起來 因為如果你只有內地的生態圈 周一的智慧以及發展的智慧都在內地 如果你只在香港的話 就只有香港能自己做 但是它就沒有足夠大的市場來支撐這個整個產業的發展 李浩然說 內地不斷加速發展 相信大灣區的競爭會更加激烈 但他說集團在本港成立 不會放棄香港市場 無線電視盧沛恩報導 恆生指數 見到美市升384點 或23451點 總成交方面有12億 上席收市報3579點 跌6點 長期消息看到這裡 多謝收看 旅遊二動週一日時間 今天和大家講直 洛輝健康6606 今天走勢相當之強 現在仍是升近一成半左右 當然不夠 早上那時那麼厲害 曾經見過28.2 也是一個月以上的位置 最多就升超過四成六 期後升幅收窄 目前為止升幅達到一成半左右 都是靠近日中的低位 最低下去22.1 目前做22.3 升到一成半 成交股數800多萬左右 成交金額1億9千多萬左右 究竟為什麼這麼有爆炸力 馬上請教我身邊加班KK 林家綺先生 Hello KK 你好 Hello 劉榮 今天他零射有表現 不過都要看看 那個因素夠不夠力 支撐著 因為現在升幅也是顯著收窄 看到主要是說 昨天收市後 公佈了胃癌篩查自測產品 註冊申請獲得國家約監局的批准 新產品可以檢測到 優門螺旋菌的胃癌篩查消費者自測產品 這個也叫做新的產品 就是他自己的產品 就列為第三類的醫療器械 如果這樣看 說真的 他的股價 一直沉下來 B仔股 今天才一棍上去 這隻胃癌 可以自己檢查的產品 究竟有多大力量呢 多一個產品對於他來說的股價力量 真的大 因為之前你見到他收入的來源 都是來自另外兩種產品 一來他可以如期 好像他們之前上市所說 去年第四季 抵交申請 現在一踏入2022年就批准了 即是說起碼你的收入增長的情況 就會有一個大幅增加的機會 這樣有判斷的機會 如果我們會有大幅增加的 人們那麼不必會有一些 這樣的股價 全是一個律師 還要比較多 可以 working on the fabric 還有這個 對於一些股價 總理會有幾個 在這些股價 還有很多人選擇 就是在我身上 最多人選擇 但是我覺得 在現在的股價 在這裏面上 都是可以對去 其實我們這些股價 都是可以對去 我們etap 在這個股價 更加不會有所用 是 起碼多隻產品 其實它都是主要研發這類的 癌症相關的西茶產品為主 今次是胃癌為主 過往來說當然 也要看它上市以來的股價表現 即是蛋糕之後 一直下市低位今日才反彈 但是那個持續性行不行 因為暫時是獲批 但都要去到量產 甚至要有盈利似乎是漫長之勞 這個就難估計一點 剛才說過就是收入的變化 而你看回他們在去年的上半年 其實虧損還要擴大到28億 即是說就算這個產品做得好 可能盈利方面的變化未必會太多 甚至乎我們要再想一下 就因為你要商業化 會不會你在市場推廣的開支會增加一些 你做生產線其實都有成本 你最初賣的量未必太多 不單止就賺不到錢 甚至乎虧損有機會 因為這樣而擴大都未定 所以我覺得在未來 你說是否可以商業的作用幫助公司 我覺得這個都未能夠完全估計得到 即是說就好過之前 你看到開拓那些 去到最後階段失敗 做不到 至少之前的研發就沒有白費 對於公司的整體價值會有些幫助 好 至少研發出來有個產品在這裡 也都是獲得監管機構批准的 但是整體的醫療器械股 說真的去年以來 就都是捱沽的局面 今天就有6606就可以上去 但是其他那些醫療器械股 說真的還在怕整個監管風潮未完 說真的它接下來的盈利能力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現在買下去又怕它急升完之後急跌 那個情況都會還在 不知道你可以怎樣分析呢 我覺得它在今天全夜的走勢 都說了給大家聽很短暫 今天你看到高開然後高就打回來了 基本上今朝的升幅 你去到28元的位置都沒有了6元 從高位 都反映了炒作空間未必很多 還有都非常短的時間 而另外就整個的一些股值高的股份 現在市況其實不算太利好 你會見不單止B類股份 甚至乎一些醫療器械股份 我們都未說每一年都會再傳大量採購的消息 醫療器械雖然樂輝可能未必會中 但之後政策的影響 我覺得都會仍然困擾著這些股份 所以反過來 就應該之前有課的 是今天趁這個好消息 就應該減遲了 如果你說你沒有課 是不是駁公司接下來的前景 是會轉得很強 而令到它有很多資金流入呢 我覺得機會就比較微 反而實實在在 看看接下來去年全年業績 哪些公司盈利還有增長 今年的增長幅度還增加 你駁那些股份過股 那些直播率會高 你駁那些B類股份 是的 始終B仔股就沒有盈利 也都是很靠氣氛 有沒有產品去帶動 今天一日課仔 怕著就買了下去 又會捱價 但是如果中線一點點看 有大禍便便停了 就說生產品註冊獲批 當然對公司正面 內地專家統計過 內地幽門羅幹菌感染率 有四成至六成 當然了 生產品也有相應的風險 就是同業的競爭 至於稅銀就提到 推薦產品其實都比預期慢 估計下半年收入 都可能會有一個好一點的增長 目標位呢 看到48元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你自己怎樣看法呢 當然當中有些風險 就是剛才我們提過 始終那個商業化的過程 都是比較慢些 但是他又覺得這個產品 都挺有效的 叫做在內地照計 是比較幫到手的 都是應該會有一個商業化的收入增長 因為癌症 甚至乎一些關於飲食相關的癌症 其實都是開始一些富貴病 而變相市場上面 對於產品的需求是大 所以你說接下來 那個收入增長 我就不擔心 不過都仍然要知道 他推出了市場之後 究竟他跟同業 即同行 競爭力會有多大呢 快速西查 究竟他的市佔多少呢 將會佔多少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 有少少是未知的 如果你說大行 這麼有信心 那就真的要再仔細看一下 究竟他的信心來自哪裡了 他的準確度 還有一個方便度 又或者是價錢定位商業化 是夠直撥率呢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大行可以在中長線 或者用一年的股值計 他可以真的估到目標價48元 但我就是這個市況 就不太夠膽去估得太遠了 逐步逐步看 就是有貨的 之前有了的 那可能你可以繼續減 但沒有貨就不會去搏 知道 其實最近都是大幅下調 目標位置到48元 原本是80.16元 怕大家要接受這個產品 也要一段時間 謝謝KK的分析 休息一會 接著節目時間 蜜就結束行節 這一刻升到376點 上到23,448點 最高位做過23,497 升幅400點左右 結束總成交1,317億多 下週的動力 除了早上的動力 維持著就是內房股 還有科技股阿里巴巴之外 還有食油股的加入 就因為外圍方面 食油價都受到哈薩克的局勢 比較混亂 所以油田調整產量 所以紐約旗油都見過80美元 留上 今天的油股都表現好 還有一些中資金融股 落後的都追上來了 中國平安招行升幅4% 成交1,320億多 但是都要問問KK 現在市房 之前一直都是彈散格局 升完之後又蒸發升幅或者倒跌 今天不用 還要星期五放假 氣氛都可以穿上去 成交那裏 不知道你覺得沒有滿意 因為起碼有1300億流上 升勢可不可以持續 就這樣看今天的走勢 再加成交 就真的更次更有力 不過有一件事 令到我對於後市的信心 可能會比較細些 一來你見到美股 都落得很急 那你債息的抽升 那些錢都接踏在美元上 還要是憂慮 接下來加息會加快 而另外A股 其實今天雖然跌幅都叫收窄 但你見到整體走勢都是一般的 所以你說恒指是否可以獨善其身 真的炒股值落口 那靠那些股份內房 會不會突然之間有負面消息 今天撐著指數裏面的科技股 阿里其實那個基本面 是否真的那麼強可以走呢 那我想升那些股份 其實投資者是信心都有限 所以就這樣看恒指 今天確實可以上回兩條主要平均線 那兩天呢 即昨天其實都見到好像一個短期底 但一旦我得OK 但是10天和20天都是我主要 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關鍵 那甚至乎剛才節目未開始之前 盧永說50天線行不行 那我覺得你可能會彈一彈去到2萬4 那但是整體的格局 這個三角形 是不是有機會向上突破呢 那之前都曾經試過假突破 所以真的突破向上 甚至乎有好消息呢 那我想投資者到時才叫追貨去估 是不是真的見底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反而就反過來策略了 就說不像蝙蝠的 那之前有貨的重貨的 或者是一些科技股也好 或者是內房股也好 反彈的時候就盡量減持一下 令到自己的倉位便會安全一點 舒服一些好一點 好啊 今天是中國海外環之地 繼續升幅兩大藍籌 中國海外升幅接近一成 繼續看最會的港股 這下最新的表現又是怎樣 看到目前來計 騰訊排在頭位升幅1% 阿里巴巴升7.5元 美團升到6毫子 營賦基金升3.6元 匯控受惠償債息向上 今天升幅超過2% 上方是50元 恆生中國企業 國子走ETF升1.48元 有巴巴保險升9.5元 中國平安升4.6%國外 京東也升12.2元 中國海外升近一成 還是升最大的藍籌 今天看看其他藍籌股的表現 見到匯控升1.05元 有巴巴保險升9.5元 本中移動升7毫子 港交所升14.6元 會下跌6毫子 好 家庭觀眾 都想問一下KK 黃女士在這裡 黃女士 你好 是 兩位主持人 你好 我好久以前很高位 9.6元入了匯豐 你見不見我繼續搜下去呢 如果我想放出來 你建議我在什麼位置放出來 價位沒有虧得那麼多呢 麻煩給你一些意見 麻煩 還有我想問一下有沒有 還會不會繼續有色派呢 嗯 好啊 其實匯控你見到這一排 就逆注的市向上了 那剛才都講過 債息抽升呢 就利好一眾的金融旅股份 其實包括其他一些銀行股呢 都有類似這個情況的 中銀香港啊 恒生啊這些都向上 那我覺得 我會建議你繼續拿著 因為未來真是一個加息的周期 甚至乎今年都是講的是 加息會幾多次啊 明年又有幾多次 那這個對於匯控來講 會有些幫助 那還有正正剛才你說的一點呢 我覺得對於這個股價來講 都有幫助呢 就是究竟它什麼時候 或者今年宣佈去年的全聯織 是不是真的有機會再派呢 又或者接下來的派息政策 會不會多些端倪呢 如果有說的話 它的價值就會出現得會比較快 那所以既然你96元 都坐過去40元附近的話 捱得就是證明你有持貨能力 我會建議你繼續拿 證明是在社交平台上的 其實都很不滿意 論是你現在的 大為人要去漸漸 咖啡點 你如果是在銀行 或者不是要去漸漸 你也可以去漸漸 你不太過分 一起去漸漸 你會去漸漸 現在只是一小時 那就是 現在只要去漸漸 你會去漸漸 說我可以去漸漸 你會去漸漸 這邊就是說 這時段 1.5個月以上高位 都可以等多一會 還有其他家庭觀眾想問KK 科技股為主 美團3690 羅太260元 平均價賣了 是不是不應該追貨 上網多少又要減時 其實近來你會見到 技術走勢有支持 在去年8月9月 你見到慢慢 形成了一個叫做 圓底向上 現在最大的困擾 就是騰訊是否會減持 我覺得 就算有這個消息傳出來 當然未有進一步行動 你會見到他都守得住 在200元穿過 都叫做上得回 你可以拿著昨天的低位 投機性這樣加一注 當然你之前那注 不是太多 太貴了 那你溝淡成本價 你駁它走一個環區 間幾個半左右 就是250元附近 我覺得你就好走 就不要貪那麽多了 美團呢我覺得 基本面其實是持續改善的 但是如果你就這樣看 現在整個板塊 甚至乎他有可能被減持 消息的話 他未必會彈得太多 但如果你說200元到250元 都真的幾多 還有可以令到你的平均價 會便宜一些 所以我覺得你看一下 下個星期 有沒有機會給你200元 混一注 混完之後 反彈就好走 不要握那麽長遠 那麽都是保守少少少好些 是不是彈到呢 那就好走 還有其他家庭館 還想問三五四中國軟件 Christine 十三個六那時買錯 那麽現在可以怎樣處理呢 走不走好 如果真的在現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就過了很多個止蝕的位置 那我就不會建議你這位置走 因為你都要看回 其實中國軟件 在現在的股價 是否真的很便宜 如果純粹去看回兩個因素 第一個就純粹看自己的話 預測四行率16倍 我覺得又不算很貴 而二來其實華為相關的一些手機 你會見到又不是預期中那麽差 那麽就是說對於那個軟件需求收入 都有機會有些幫助 所以我覺得你搏一搏 今天是醜樣的 但是我覺得你去到這些位置 已經等於去年大約五月那些位置 這一個的密集區 那麽我覺得這個密集區 有機會會收一收到 到時候先再看一下彈多少再走 彈得回去你的買入價機會 我覺得短期就不會太大 但是突然之間有一些可能是結構上的原因 就是說公司不知收購 甚至乎業務轉型 令到股價有大升機會的話 那到時就考慮先借多少錢走 現在你先搜賣 不穿這個7.8左右這些位置的話 我覺得股價有機會短期8元回運 可以先等一會 不過說真的 它整個圖都一般的 就是一路都是落 對 去回8.72 目前還要跌7% 市正在升四百多點 而且這樣沽下來 所以我看了周生的问问KK 122元买了一只阳明生物 269元 那高不高好呢 它说它只有一手而已 可以中线 可以中线好些 其实都唯有中线 因为现在阳明也好 其他生物科技股也好 面对问题政策的风险也很大 我觉得它是持续有一个阴光式的下跌的情况 你见到它整个的下降轨其实是没有变过 但是你说它的价值是不是去到现在这些位置 要这么便宜呢 那我觉得现在是不合理地便宜的 我觉得它是有机会 股价在中线也是有机会大 当然我不会建议你这些位置你混货 那如果你说就是一手的话 那你有去先 我会建议你继续持住 但是如果你说我想炒一下波幅的 那你可以留意下就是 现在图上这一个下降的轨 会不会你可以静一点 你拼下这些位置 每次拼下拼下这些位置 拼下这些位置走 那你将成本价都可以沟淡一些 但是你说不是的 我不是很懂这些操作 那你等待下一转 整个走势是开始向上移了 即是一个上升轨出现了 又或者公司有些很具盈利特点的产品 又或者在一些业务发展方向出现了 又或者考一下业绩 譬如说你三月业绩的时候 会不会股份会有机会弹呢 那到时再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加注了 好啊 始终大型下降轨出现了 今天稍微反弹接近3% 帮多位家庭观众 王先生想问6.8毫半 买一只港华燃气1083 什么价位止蝕啊 是呀 其实就穿了一个很明显的上升的形态 那现在问呢就真的迟了一点 因为你看到之前你这样走呢 你应该是看着这个位置就定了止蝕位置 不过我觉得这只股份你又不怕真的持久一点 那一来就算你现在的股价下来 其实你的市益率都是11倍左右 而二来其实港华燃气都会变身做新能源股份的了 那股价上面应该都可以去14-5倍的PE 再加上它有很多一些项目 未来会转型了 所以我觉得你先拿着 反而你6元这些位置 5.5元这些位置可以加住 好 答完问题就看看肯指 稍后401点总成1380亿 多谢KK的分析 有没有持有以上的股份 没有的 多谢你 待会回收视大捕月 欢迎订阅 align dat 我们下回 Все 在哪里